叮叮哈喽 Simon现在在我床上 不知道他在干嘛 冥想吧 hello大家好我是Coco 欢迎可乐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呢 是跟我一起断舍离的视频 他在这睡觉呢 事情的情是这个样子 今年年底本人就要读完书 结束我的学生生涯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又激动 又有点小不舍的感觉 我和两个就准备收拾东西回国了 因为要毕业了嘛 所以呢我想录一系列的视频 包括比如说彩妆断舍离衣物包包鞋子断舍离 以及跟我打包捐衣服寄快递 就如果能来得及的话 我都会记录给大家一起看 然后给这个系列的所有视频取了一个名字 就叫做一起回家 是不是又有点浪漫 又有点感人的感觉 对于毕业这件事情啊 其实有一个心理的转折 就是曲折 从最开始觉得 啊怎么就要毕业了 然后到现在就是越临近回国的日子 然后就越来越激动 我跟两个租的这个房子 是两室一厅的 就是我跟他各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主要就是我平常 比如说录视频呀换衣服呀 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的东西其实还是挺多的 就真的不能再拖了 所以我就说那抓紧吧 开始拍这支视频 今天应该就会先从彩妆部分的刷具 或者口红开始讲 我其实还没想好 因为现在天字有点晚 所以可能是以刷具为开头 看我都会舍掉哪些刷具 然后以及哪些刷具 是我想要再带回国继续使用的 好那刷具断舍离的部分呢 我就想先从国货刷具开始说起 首先这一套呢 是来自国货品牌 是来自国货品牌 然后是我非常非常早入手的了 我刚刚看了下购买记录 是在2017年入手的 目前也已经使用了三年多了 这套化妆刷是他们的N系列 全套呢都是这种纤维毛的刷毛 配合着这种粉色的刷柄 那这一套化妆刷呢 我总共是会留下这三把 其他的都会断舍离掉 斜角的修容刷 虽然是纤维毛的刷毛 但它还算是挺柔软亲肤的 对于粉状或者是膏状的修容 它的运染效果都是不错的 然后又因为我确实也用了这么久 有一点算是用的比较顺手吧 所以这把我会留下 还有两把呢 其实应该是他们的眼部刷 都是这种扁平的刷型 可以看到 一把刷毛偏长一些 一把更加的偏短一些 更加偏向牙齿型多一些些 这两把刷子我比较喜欢 当成遮瑕刷来使用 就是他们对于一些局部的 细小的瑕疵的处理 可以把这辆产品拍到非常的贴肤 但是又不会影响它的遮瑕力 那这把偏向于牙齿型 更加小巧的刷子 它除了可以用来做遮瑕刷以外 我也会用它来当唇刷来使用 就是对于一些需要熨染的唇釉呀 唇泥呀 雾面型的唇釉 或者是你想要画一个 比较精细完整的唇妆的感觉 都可以用它来上妆 我觉得效果都不错 再来就快速说一下 我要断舍仪的这个面部刷 但是我觉得它的形状大小 又些微的尴尬 就是如果你用来上全脸的定妆的话 它有点过小 上腮红的话 它的尺寸来说也是有点偏小 但是如果是用来上面部高光的话 它又有点过于的松散蓬松 所以这把刷子我使用下来 没有非常的喜欢 剩下的这几把就是纤维毛的眼部刷 不能说它们不好吧 只能说在这个价位里面 它们的熨染力效果 我觉得是有一些些的局限的 就是这一套刷子的眼部刷 除了那两把我可以用来做遮瑕刷或者唇刷使用 剩下的这几把眼部刷 我觉得我都没有非常的喜欢 它的这个纤维毛是比较有韧性的纤维毛 相对来说它不是非常的松散 蕴染眼影的效果也比较一般 我就都会断舍离掉 拜拜 再来还是在CC化妆刷入手的一些刷具 然后这些绝大部分都是眼部刷为主 系列呢是它们的K系列 这一套呢都是动物毛的刷毛 加上这种橘色的刷感 断舍离的呢是这些部分 我会留下这六只刷子 但这六只刷子 它们其实每两只的刷型都是一样的 就总共是有三款刷型 是我目前也在使用 然后我也算是使用的比较习惯的刷具吧 这一套刷子 跟刚刚那个粉色的N系列刷具的 入手时间是一样的 都是在2017年买的 先说会留下的刷具好了 天笔型的非常小巧眼部细节刷 非常适合用来加深眼褶 或者是用来勾化 蕴染眼部三角区 刷型是有一个小尖尖角的 所以如果是用来蕴染下眼影 给下眼影上色 我觉得效果都不错 算是眼影刷里面 我非常喜欢的刷型之一吧 所以这两把刷子我会留下 另外呢就是一个 比较偏小巧一些的 眼部的蕴染刷 用来蕴染眼眉影的颜色 均匀轮廓的感觉都是ok的 并且它的毛质比较松散 蕴染力也不错 最后是两把他们的 黄狼尾毛的一个眼部 蕴染刷 说实在话 这个刷子在当时 我会用来画眼影 但现在我比较少 用它来画眼影 因为黄狼尾毛的材质 它的这个刷毛 也是比较有韧性的 跟纤维毛相比 它会更加的轻肤 但是都是非常有弹力 然后非常有韧性的 我个人认为这种刷毛 不太适合用来蕴染眼影 它的取粉效果 沾粉力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我会用它来上 比如说眉骨处的高光 唇峰处的高光 所以这一套 CC化妆刷K系列的刷具 我总共会留下 这三款刷型 一共是有六支 然后剩下的这些 就断舍离了 拜拜 再来呢 还是国货品牌的刷具 它们是来自爱诺奇的刷子 然后其中这一套呢 是一组套刷 是当年爱诺奇和微博 一个美妆博主 叫水淡淡联名的 就有一个这样的化妆包 以一个猫咪的头的轮廓 为一个元素吧 在我之前拍过的旅游化妆包里面 有介绍过 出门旅行的时候 我还挺喜欢用这个刷包 来装化妆品的 回到刷子 这套刷具呢 我应该只会留下一把刷子 就是这一把SD-205 偏向于扁平的眼部熨染刷 就这种眼部熨染刷 我个人认为化妆台上是多 会比少更好 因为有的时候比较着急出门 然后你化完眼影 觉得边界不是很自然 想要熨染 多备几把类似刷型的刷具 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吧 最大的这一把蓝粉刷 它非常的大 然后毛量也非常的扎实 占取散粉滚动式的滚在脸上 我还是比较喜欢偏松散一些的散粉刷 然后再加上它的刷毛比较紧厚 清洗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会觉得有些微的吃力 然后也用了这么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两把刷子我都会舍掉 但是它们这一套刷子真的太可爱了 因为它每个刷具上面都有一个猫的元素 好像是水淡淡它自己养的 喵咪 类似于是它们的剪笔画一样 就真的超可爱 刚纠结了半天 想了一下这一把也留下吧 这把是SD208 更加偏向于火苗型的眼部运染刷 会比较偏大一点点 用来运染眼影的 包括这个大小 我觉得用来上一些鼻梁的高光 或者是细节部位的高光也是OK 所以纠结了一下这把还是留下吧 因为我觉得它的实用度还是蛮高的 再来就是爱诺奇的大师系列 我总共是有入手这样四把 很清楚的知道 我应该只会留下这两把 剩下的这两把会被我端舍离掉 第一把是这个 它是一个这种比较偏尖的火苗型的面部刷 诉求应该是用来上一些高光 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毛尖是比较柔软的 所以在你上妆的时候 会觉得它容易把粉带到别的区域 相对来说作为高光刷没有那么精细 相反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更加偏向于小号的 定妆散粉刷 定眼下呀或者是鼻翼 就是细节部位的妆会比较适合 大师系列的210号 这个应该是一个鼻影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但是我觉得它对于上鼻影来说 它的刷头有点点过大过于蓬松 使用下来没有到非常的喜欢 所以这把我会舍掉 最后是两把我会留下的刷子 112号也是一个火苗型的眼部运染刷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觉得我非常离不开这种刷型 可以用来运染眼影 然后使眼影的层次感 渐层度没有到那么的明显 过度更加的自然 所以这把刷子我会留下 另外呢就是125号 这一个铅笔型的眼部细节刷 这个刷子很好用 就包括你可以用来上一些比较细节部位的 眼影 运染眼影的后三分之一处 眼影的三角区都是ok的 尖尖角 所以用来画下眼影的后三分之一处 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足够细节 剩下的这些就都会跟他们说拜拜了 拜拜 再来呢就是国货品牌勤制的化妆刷 这七把刷子是我比较近期入手的 应该就今年才买的吧 所以目前来说我使用下来还算比较喜欢 然后也是日常使用度比较高的刷子 其实我都会留下 因为使用度还算比较高 所以还是想给大家快速介绍一下 偏灰色刷感的这个呢是他们的金红系列 刷毛主要使用的是纤维毛和小马毛 那这边黑色刷感的呢是他们的天心月圆系列 主要使用的是羊毛的刷毛 这些刷子其实在今年的Gear ready with me 里面应该都有出现过 琴致金红系列的190号化妆刷 它是一个这种扁头的粉底刷 把粉底液取在手上 然后呢用这个刷子均匀的蘸取把它刷上脸 它可以把粉底液刷到非常的轻薄 但是我个人感觉后续还是会需要用一些上妆工具 比如说海绵粉铺或者是粉底刷 再把粉底液给拍均匀 还有呢就是金红系列的这一把扁平的蛇形遮瑕刷 这把遮瑕刷之前有夸过刷头的尖端是非常薄 它可以把遮瑕膏上的非常的贴敷 然后又可以用它的尖端去把需要遮瑕部位的遮瑕膏 边缘给晕染开 但是这把的大小和刚刚介绍过的就是CC化妆刷N系列的这把刷子比 刚对讲说会大一圈 琴致的这把呢对于一些比较偏大意的红种的痘痘啊之类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剩下的两把呢是他们的眼部刷 比较适合用来上眼影的打底色 就最浅色然后给眼影做铺色 或者是用它来画鼻影我觉得都是ok的 刷型方面来说它跟毛哥平的鼻影刷的刷型还是有些微的相似度 然后刷毛也很柔软也不会有扎肤的感觉 所以这把刷子我还挺喜欢的 比较偏小的牙齿型的眼部细节刷 这把刷毛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偏硬一些更加紧密一些 它会比较适合去上一些比较深色的眼褶色或者是眼线色 画下眼影都是ok的 那剩下的这三把刷子呢 是他们的天心月圆系列眼屏的鼻影刷 刚刚金红系列的这一个眼部刷 其实从刷型方面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 使用下来做眼影的铺色 就是给底色铺色效果都不错 这一把它主要的功能是可以用来上鼻影 它跟Sigma的E50号刷子 其实也有一点点的相似度 只是相对来说体积会偏小巧一些 对于亚洲人来说这个的大小会比较适合用来上鼻影 Sigma这把相对来说可能它的尺寸方面会有点点的偏大 验染鼻影的时候它的范围会更加的广一些些 比较偏扁平的眼部验染刷 就像刚刚说的这种刷型我都会多保留几支 就以便不时之需 小号的眼部细节刷 那这个刷子我也非常的喜欢 它会比较适合用来画卧蚕或者是打亮眼头 因为它这个大小 其实对于就是正常人普通人的卧蚕的宽度来说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包括你用它来沾一些比较亮色的珠光的眼影 然后用来打亮眼头 也是完全在掌握范围之内的 所以这把刷子我还是挺喜欢的 停滞的这几把刷具我都会留下 然后再继续使用 再来也是一套联名刷具 比较喜欢彩妆的小伙伴 就是比如说两三年前就开始有化妆 关注彩妆方面小伙伴 应该对这套刷子不会陌生 因为当时好像真的还蛮难抢的 国货品牌瘦瘦狼 和微博的一位美妆博主叫做老罗 出的联名化妆刷 名字我记得是叫小葡萄 它当时也有附赠一个刷包 但那个刷包不太确定被我放到哪里了 就是我一下找不到了 那个就是一个那种卷盖式的刷包 这一套刷子呢我应该会留下这三把面部刷 然后剩下的这些刷具我都会舍弃 第一把用到的就是刷毛非常长的散粉刷 也是我第一次使用 可以这样以轻拍散粉定妆的方式 来上妆的散粉刷 因为它的刷毛非常的长 然后也非常的柔软 它有几只眼部刷是用羊毛做的 然后剩下的像包括这种大的散粉刷 都是纤维毛的 这一把斜角形的修容刷 用的很顺手 然后我很喜欢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多准备几把这种斜角 修容刷放在家里 一把是专门用来孕染粉质的修容 然后一把可以是专门用来孕染 膏状类的修容 最后是它们的这一个火苗形的细节高光刷 刷毛的形状呢 不会过于的蓬松松散 以至于高光不是特别的精准 整体出来的打亮的妆效 是属于日常来看不会突兀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小做高光刷非常的合适 再来就是要舍弃的部分了 有两把面部刷 大的像毛笔一样形状的 它可以用来上腮红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形状的腮红刷 我比较喜欢那种偏向于散型的 就像扫把形状的那种腮红刷 顶头的粉底刷 留下来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感觉 所以这把我也会舍掉 这几把眼部刷是羊毛的材质 但是说实话 在这样一组多功能型的刷具里面 这样的定价其实算是比较实惠的了 所以我也没有奢求太多 就是对于它们动物毛的部分 那这三把羊毛动物毛的刷具 我个人认为它的亲肤效果就是比较一般 就真的比较一般 没有到那么的细腻吧 就是断舍离码 可以有一些新的cast对不对 就是给自己以后新的买买买多找一些理由 然后剩下的呢就是几把 比如说眉刷啦线刷啦 以及修容膏刷啦 这把我印象比较深刻 它是一个比较偏大号的蛇型的 你可以用来取修容膏 也可以用来上遮瑕膏 但对于遮瑕来说 它这个形状有一点偏大 剩下的这几只刷具 我都会断舍离掉 拜拜 好接下来呢也是国货品牌Grace Baby 一个是它们的绿林系列的套刷 绿林系列这一组套刷 在我去年的淘宝开箱里面 其实有出现过 其实到现在吧 我还是蛮喜欢绿色的 我当时会入手这个刷具 也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外貌 那我目前会留下的呢 就只有这一把 剩下的这些我都会舍掉 应该叫微扇形吧 它们的高光刷 这把刷子用来上高光 非常的精细 然后取粉力也很强 就真的是刷哪亮哪的那种效果 刷毛来说也比较柔软 是比较有韧性的那种纤维毛 金钻系列的这三只眼部刷 这三只刷子我都会留下 并且我非常的喜欢 也非常想给大家推荐 它们的刷毛 同样也是人造纤维毛 但是它非常的柔软舒服 就是很轻柔很轻柔 然后也有一定的熨染力 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 基础款的眼部刷具 然后日常来画眼影的话 我觉得这三只刷子还是挺适合入手的 涵盖到三种不同的大小用来做熨染 我记得价格的话是30多人民币这三只吧 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说也非常的高 然后剩下的这几只绿灵系列的刷具呢 我就会断舍离掉 拜拜 再来呢就是雨集Rainology雨歌出的刷具 或是雨歌的小迷妹 所以呢我有陆陆续续入手 应该算是它们全套吧 就目前出过的刷具 有一把彩毛小胖是在国内家里面 最近最新出的仓桃 就是蓝色刷杆的那一套 是双11下单的 然后也寄到国内家里面 所以今天视频里面就没有办法出现了 先说这些刷具我都会留下 雨集他们大部分刷具的刷毛呢 选用的都是动物毛为主 刷型的设计以及产品的功能 概括到的范围 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广的 不同系列的选色呢也不太一样 但是从颜色色系的选择 以及刷杆刷型的设计 我觉得雨歌都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里面 所以我自己使用下来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目前我手上的这些刷具里面 如果要我排个序我最喜欢的 你们猜是什么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姜桃系列 因为我觉得他们太Q太可爱了 这种短刷柄的设计 然后有附带一个便携的刷包 是可以把它完全的放进去的 旅行啊出门需要鞋带的话也非常的方便 这把散粉刷无敌的柔软 真的就像是Simon的尾巴一样的那种柔软度 蛇型的高光刷 这个便携版的点彩腮红刷 以及一些眼部刷 姜桃这个系列真的非常的可爱 虽然可能不会是每天日常来使用 Kabuki系列 可以用它来上底妆 或者是用它来上一些粉质类的底妆 比如说上粉饼啊类似的产品 这个刷毛我记得它是纤维毛吧 它不是动物毛 好像是一个可降解的刷毛 相对来说也比较环保 再来呢就是它们赤桃系列羊毛小胖 这把刷子我也蛮喜欢的 同样它是有附带一个刷包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日常带出门的话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可以用来上散粉 也可以用来上一些修容 使用的是纯羊毛 所以在清洗以后 尤其是如果你是用比如说温水来清洗 那洗完以后它的羊味确实会比较重 就我每洗一次我都觉得 我好像在给一只小山羊洗澡的感觉 赤桃是宇格出的最早的 以桃为系列的十组 这个是之后它成立了品牌 Rhinology以后我才购买的 另外这个呢是青桃 青桃是当时第一批刷具 就是限量的时候购买的 后来呢就是说不再生产了 但现在好像它们又重新复刻了 就如果喜欢青桃这个颜色 然后感兴趣的小伙伴 目前应该是还是可以购买得到的 刷型方面来说它们有一些相似度 但是又不完全的一样 但是绝大部分一套套刷都是囊括到了 你一个通勤也好 或者是想要一个比较精细的装面 有可能会需要的刷型 还有这几把呢就是一些国货品牌 FIX加这一把圆头型的手指遮瑕刷 这把我会留下在之前的爱用品视频里面 给大家介绍过 它是一个比较偏大的很紧密的纤维毛的遮瑕刷 对一些体积比较偏大的瑕疵 占取遮瑕膏 然后这样拍上脸就可以了 同样这个大小也可以用来上高光高 给局部的区域做提亮 两把毛鸽瓶的刷具 这个其实都是买毛鸽瓶产品 然后产品套装里面所附带的 双色鼻影组里面的鼻影刷 它是双头的刷子 一边是鼻影刷 然后一边是高光刷 这个刷具使用下来还不错 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双头的刷子 因为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收纳 如果你想把它放进刷筒的话 那势必有一头一定是要朝下放 所以很容易把刷毛给压到压变形或者压坏 从根本意义上我感受不到 它有变得更加的便携或者怎么样 我宁愿是它做成两把刷子 然后有单独的功能性来使用 毛鸽瓶高光高所附带的高光刷 它可以把高光高刷得非常的轻薄且自然 但是又有存在度 刷毛的刷头还是比较柔软有韧性的 所以这把刷子我挺喜欢的 会断舍离的三把刷子 一个是Hidden的眼部刷 应该是小马毛的刷毛 以及两支完美日记的双头眼部刷 很普通没有任何的感觉 所以这三把我会断舍离掉 拜拜 还剩下一些 但是我都不知道它们是来自于哪了 因为它们也没有标签 我估计大部分可能是赠品 会想要留下的两把刷具 马蹄型的鼻影刷 这个刷具其实在很久以前 就几年前还算是比较流行的 鼻影刷刷型 蕴染鼻影 它应该是小马毛的材质 还有想留下的呢 是一个这种非常扁平的牙齿刷 画下眼影的后三分之一处 亮片色在卧蚕的部分 眼褶内的加深色也是OK 着重是用来铺色上色 这样一个效果 剩下的这几把无名刷具 我就应该会断舍离掉了 因为日常的使用度确实也不是很高 拜拜 那国货刷具呢就是这样 再来我们说一些绝大部分是欧美系的品牌刷具好了 Soeva他们的玫瑰金系列刷具 也是出现在之前的某一次Sephora开箱里面 留下这部分的刷具 然后把这两把刷子给断舍离了 散粉刷 它是一个纤维毛质地 颜头型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平平无奇 没有任何的记忆点和特色 这个好像不应该成为它被断舍离的理由 但是确实是我平常不太会使用这把刷子 那纤维毛其实还是非常的柔软了 然后也非常的有弹力 风扇型的高光刷 断舍离掉的原因是因为 它其实这个风扇型的设计 就是应该要做一个比较精细的上妆效果 就打亮效果 但是呢它的刷毛又比较的偏松散蓬松 你可以看到它侧面看是有一定厚度的 所以在你画高光的时候又不能到那么的精细 所以我觉得这把刷型就有一点很想做好一件事情 但是又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 反正就给我这种感觉吧 剩下这些刷具呢我有陆续的使用过 我觉得这套刷子的重复性是有一点点高的 就比如说它的底妆刷 在我看来它们的功能性是一样的 这把是有一个斜面 你可以用来这样打圈或者抛光的方式上底妆 那这把呢是一个扁平的蛇型底妆刷 日常需求来说没有必要做到这样的重复性 我可能会更加期待的是它有一把底妆刷 然后另外一把刷具可能可以换成 适合其他彩妆上妆的刷具 还有两把刷具我觉得它也有一点点的重复性 一个是它们的127号以及这个109号 其实这两把刷子呢它们都是可以用来熨染修容的 就是从功能性方面来说我觉得它们是有一些些的重复的 如果我今天需要使用这一套套刷来完成整个装面的话 这两把刷具我可能只会用到其中一把 但是因为它们刷型都不太一样 相对来说我比较少这种刷型的刷具吧 所以这把我又会留下 单独购买我最想给大家推荐的刷型 142号concealer brush 是一个比较小号的这种圆头的手指型遮瑕刷 把遮瑕给拍到脸上 142号concealer buffer 我个人认为还是蛮好用的 两支我们就要跟它说再见了 拜拜 再来呢就是欧美系套刷里面可能很多人都会去购买的sigma的套刷 那我目前在悉尼所使用的sigma刷具总共是有这三支是底妆刷 是我之前自己单独购买的 然后以及这一套是sigma它们的premium professional kits 是一个套刷 然后在之前有拍过全套刷具的实测以及上妆 我觉得那支视频讲的非常的详细 大家如果感兴趣sigma的刷具的话 可以去看那支视频 用下来我目前都会把它留下 作为刷具来说它们还是蛮多可值得推荐的吧 如果想要单支入手sigma刷子 我最想给大家推荐的刷具呢是这几支 一支是它们非常非常火的这种平面的kabuki底妆刷 它是f80 比较适合用来活动性比较高的粉底液 进行抛光然后上脸 整体的妆效呢会非常的精致 然后这个刷子也不太会留有粉痕 如果要说缺点的话 就是它的刷毛相对来说非常的紧密 所以清洗的时候要稍微耐心一点 然后另外一支呢是它们的这个f87号 叫做age kapuki 三角形的刷具有一个斜面 比f80相比呢它更加能够去处理到比较细节的部位 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尖尖角去处理你的鼻翼的位置 但是f87这把刷子的讨论度 跟f80比就低了非常非常多 但是这两把刷具使用下来我都非常喜欢 最适合上手来说这两把底妆刷 我还是觉得f80可能适合绝大部分人群来使用 是两把火苗形的刷具 然后是它们的f25和f35 区别就是它们的尺寸大小 f25这把刷型呢 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尖尖角的 会比较适合滚动的用来上妆定妆 包括眼下的定妆 鼻翼处的定妆都是没有问题 就如果你用腻了像这种比较松散的散粉刷 然后想要用一些特别定妆刷的话 我觉得这把可以试试看 f35就相对来说小号很多 这把刷具就比较适合用来上一些局部的高光 剩下两个非常喜欢 然后想推荐的一个是它们的f15 也是类似于是一个点彩刷吧 它是由两层不同长短的刷毛组成 用它来上一些比较重色的腮红 这把刷子预览出来的效果非常非常的自然 在之前的上妆视频里面也有演示给大家看 然后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把 最后呢是它们这一把l05号纯刷 这是一个便携式可伸缩的唇刷摘取下来 然后套上浑染唇部的彩妆以外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便携的遮瑕刷来使用 可以拿这个唇刷搭配IPSA的遮瑕盘 然后带出门来使用 所以呢这个是sigma这些刷具的个人的使用感受 以及最推荐的刷型 然后这一套我都会留下 再来呢就是real techniques的刷具 其实我没有买非常多 但是有非常想着重跟大家推荐 这几把刷具呢我同样都会留下 但是最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他们这个系列 应该叫做ribble edge 我会把它具体的这一套套刷名称 给打在视频上方以及视频下方的 新西兰B站评论区 它总共是有三把组称 第三把呢它的大小是在这两把刷具中间 更像是一个这种形状的修容腮红刷的大小 最小的这一把非常可爱 官方是说可以用来画眼影 但我发现它会比较适合用来做非常局部的打量 我觉得最好用的是这一把散粉刷 就是它有足够的柔软 毛量也足够的丰富蓬松 然后因为是纤维毛的质地 所以也比较耐造 如果大家看过之前的一些girly的视频里面 可以看到它的使用率还是挺高的 也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把散粉刷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 还有一些呢是在Muji买的刷具 想不到吧我居然会在Muji里面买刷具 然后这个刷具其实入手也非常非常久了 我觉得也至少有一个两年左右了吧 印象当中记得这一把刷具 我应该还有再多买一把 但是一时半会找不到了 偏扁平的扫把型的散粉刷 红刷型的腮红刷 这个腮红刷我非常的喜欢 数一数二喜欢的腮红刷刷型了 扁平的可以用来铺色的眼部刷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眼部刷刷型 用这个扁平面来铺色 倾斜的角度去更加深一点的颜色 用来加重眼折色 换一边用边缘去蕴染开 像这样一把刷具 对于通勤不需要过度的层次感 然后比较偏向于清淡的眼状来说 它是完全够用的 一把刷型就可以搞定 所以呢Muji的这两把刷具 我会把它们都留下 两个海绵棒 我应该就会断舍离掉了 相对来说使用的不是特别多 再来就是大的这把散粉刷 我也会把它舍掉 因为它的大小 其实对于我喜欢的散粉刷的大小来说 我觉得它有点偏小 就对比来看一看吧 Muji的这一把散粉刷 从尺寸方面来说都比较小 所以你在定妆的时候 单次的取粉量会少很多 相对来说会更加花时间去上妆 我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松散 然后毛量丰富的散粉刷吧 你们可以成功退休了 拜拜 再来呢是一个Mac的迷你刷具组 它的外包装是一个刷筒 然后做成了它们口红的形状 里面是有这样四把刷具 其实从它们性价比来说 我觉得不是到特别的高 说实话到现在一次都没有使用过 但我觉得它的收藏价值 比它的使用价值更高 就非常可爱 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奇奇怪怪 就不同大小 或者是异于它正常物体的大小形状的东西 所以这个套刷我会把它留下 是不是很好笑 每次看我都觉得它很好笑 零零散散的刷具 New By Natural的这个牌子的散粉刷 就我比较喜欢这种胖头的 然后微微松散 就是有一个散开形状的散粉刷 使用下来是不错的 但是目前来说就是使用率比较低了 所以我会把它舍掉 再来呢是Bio Minerals的一个底妆刷 还挺特别的 中间有个凹槽 它会比较适合用来以打圈的方式上粉霜类的底妆产品 可以把底妆刷得非常的轻薄并且没有粉痕 这把刷子我很喜欢很喜欢 如果是要上粉霜类的产品的话 我想要配合的工具 除了海绵带以外我就会想到这把刷子 所以这把刷子我会留下 是Sephora的这一个Pro系列的刷具 它是77号 侧面看可以发现它有个这样的弧度 然后刷毛是比较紧密的 比较适合用来上一些高状类的修容产品 但是这把确实我也很久没有使用过了 所以这把我应该也会断舍离掉 就是很早之前买过一小套 这种Dior的便携型的刷具 它都是这种短柄的 日常出门鞋带 但是这一套刷子 我记得它的眼部刷都挺难用的 就是是那种动物毛 是比较偏硬的 有一些扎肤的动物毛 所以那些眼部刷都被我搞不见了 只留下了这把底妆刷 所以这把刷子会留着 再来就是两把雅诗兰黛的眼部刷 没有什么特别的 用起来比较一般没有任何的记忆点 所以这两把我会舍掉 Benefit的一个眉刷 一头是眉刷 一头是这种像橡胶制的 可以用来运染眉粉 对于一些比如说 像植村秀的砍刀型眉笔来说 因为眉笔本身是不带眉刷的嘛 所以家里放一支这种眉刷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吧 然后这一头也可以帮助我们 运染一下眉头 所以这一支眉刷我会留下 然后就是Colorpop的这一个眼线刷 这把我之前推荐过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但是呢我是把它当成眉刷来使用 它会比较适合去占取一些眉胶 或者是眉膏之类的产品 然后是可以画出那种根根分明的毛流感 所以这把刷具我会留下 拜拜 好啦这就是我的刷具 断舍离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们看得还开心 也希望可以给你们提供些参考和帮助 那我们就下一支断舍离视频再见吧 拜拜